做自有的墨型 听C高为您分享 哈喽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模玩分享 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 就是我最近真的是财到货的 高高HD雪邦能天使了 这款墨型墨型均价 差不多是在30元左右 相对来说 也算是最近出货的这么一批高高的新品 一个标准的价格了 30左右 差不多基本都是这个价格了 整体的板件量是有7块的 相对来说 也不是特别多的一个板件量 但是好在这次的新规度还是比较多的 毕竟雪邦的话 基本上都算是一个新规度板件的 而且单看当前的状态表现的话 这个新规度板件要比老板件 可能要稍微的好上一期 和之前的战役女神素质 基本上是保持了一致的 整体的棱角锐度颗线 相对来说 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但是贴纸部分的裁剪精度 以及整个A板件 那宛如屎一样的质感 简直是不堪入目 但是好在 A板件应用的话 其实并不是特别多 主要还是A板件的红色零件 实在是太差太差了 其他的可表现的 我个人感觉相对来说 还是能够满意的了 那么这款模型具体素质如何 我们直接来看下面的成名效果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组装 这一款高高的HG雪邦能天使 就已经全部的制作完成了 那么制作完成以后 因为贴纸实在是不好看 所以说我把贴纸换成了 红色的夜光贴 没办法 手边实在是没有绿色的夜光贴了 然后在武器方面 因为另外一把剑 我直接给背在了后面 所以说这边的话 我直接采取了HG能天使R2的 就已经进了 其实在之前 我们也是做过了万代RG能天使 加上国产EW的雪崩喷剑包 这么一个形态 怎么说呢 在装备方面 其实二者相差并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好在 这款彩件是有一定的分色的 而这本感件 全身大部分的黄色 都是采取来贴纸进行补色的 而且EW还配备了一个斩剑刀 这个是HG上所没有的 EW在整个雪崩板 是做出了一个 坚进于完美分件 以及或者说 是完美的展开效果的 而HG是几乎没有任何的展开效果的 这一点还是有区别的 但是还有个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万代RG雪崩能天使 在目前的状态下 这个跨步 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支撑这个装备了 所以说RG的老问题 还是存在的 所以说单论造型的整体性 其实我个人感觉HG相较于 我们之前做过的那一款RG 可能要好上一些 毕竟HG重量比较轻 关节部分的紧实度还是可以的 但是HG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在跨步 是采取了一个球关节进行连接的 这个的话 会在日后把玩 造成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我个人 其实对于MG的PC 不是特别的把玩 但是我偶尔会去把玩HG 但是HG能天使 本身的素质比较差 所以说 真的是让我感觉 比较头疼的一个事情 这里也是给各位推荐一种改造的方案 就是采取了 山口式的这种活动关节 可以将整个跨部的连轴机构 进行分开 之后把这个关节给它夹进去 之后自己调整一下长短 那么整个腿部 其实就可以有一定的活动关节了 总管觉得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但是我因为自己手里堆积 确实是堆积的东西比较多了 所以一直也没有时间去试探 那么这段时间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一款学胞灯天使的距离 收拾表现到底如何 因为HD能天使 我们真的是已经做过了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本期视频并不会特别的长 在整个头部方面 因为整个天线 或者说整个贴纸部分实在是太差了 所以说这里我采取了 个人自己一点一点 裁剪的眼睛贴纸 其实这个眼睛贴纸的话 没有什么裁剪的心愿 就是按照这个轮廓 一点一点的去拿夜光贴 在切个垫上去消除 之后找到一个合适的尺寸 慢慢的给它塞进去 之后再一点一点调整 这个是我个人处理夜光贴的 这么一个效果了 目前这个面向 我个人感觉看上去以后 处理起来会比较好的 因为本身 HD能天使这个脑袋 以及脖子的下端 连接的稍微是短了 所以说这个头部 会贴近于整个胸部 我这里的话 是在两段的球形棍节上面 各添加了一点蓝丁胶 让整个脑袋 稍微的抬起来一点 看上去整个造型 会更自然一些 胸部上端的两个黄色小天线 因为本身 它是容易弹出来的 所以说这里 我采取了胶水进行加固 因为是雪崩样式 所以说两侧的出击口 是替换了这种雪崩专用的 长的出击口的 这背包部分 就是标准的雪崩装备的背包了 上方是挂载了 四个光束军刀的特效件 不对光束军刀的键边 而后方的这个光束军刀键边 还是带有一定的活动的 只不过这个活动手感 稍微的有些紧了 整个背包后方 还可以安插两把直音长短剑 以及这把直音复合式枪剑 都可以通过连接件 进行插在上面 这个效果 其实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 这两个连接件 稍微的有些松了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加固了 肩甲部分 与普通能贴使不同 是新规的零件 所以说整体看上去 可能会更好一些 新规的肩甲部分 看上去会更厚重一些 之后上方的贴纸 上方的黄色 都是采取了贴纸进行补色 当前这个效果 只能说还是建议各位 自己去补色一下 本身高高的贴纸精度 就不是特别好 所以贴上去效果 也不是特别的好 然后在整个两方的推行器 都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展开的 里边的零件 以及整个蓝色黄色 整体的零件表现 还是可以的 细节方面 也都是比较清晰的 这一点 做的还是算是比较满意的了 连带的下方的这个地方 也是采取了贴纸 进行补色的 推行器通过一个 柱形卡锁进行连接 能够进行一定的活动 之后整个肩甲 还是能够 它有一定的抬起幅度的 当前这个状态下 也算是一个 HG学末能天使的 标准的可动范围了 在手臂这个地方 貌似这个地方 按照设定来说 应该是一个推行器 所以说 因为是产生了一定的左右核 将整个GN电容 是挡在上面 所以这个地方 我并没有采取任何的翼翁贴 即便是贴了 也挡上了 那么分色方面还可以 前段的炮口 是采取了一个黄色的分件 内部的细节刻画 也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我们在安装 GN长短件 GN复合枪件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将 整个上方零件的卡榫 进行一定的消除处理 不然这个地方 会非常非常的紧 前进甲非常的简单 只有这两个零件的 上方的白色金色 都是采取了贴纸 进行补测的 而且由于HG的机车限定 所以说这个地方 并没有采取任何的可动机构 也就是说 没有办法翻折出来 里边的小爪子了 在整个后裙甲的话 整个采取的是 这么一个大片的零件 但是这个时候 我在安装上 出现了一个错误 下方的白色零件 我并没有采取安装 因为当时给漏装了 说明书好像漏了一步 而且本来呢 我以为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因为松才导致的 所以说用胶水给它粘上来 目前来说 是肯定拆不下来的了 我原本是想在跨部 尝试一下 两边的各打一个铁砖 之后呢 让它产生一定的活动性 中间给它打了一个凹槽 但是我发现了 铁砖打的越短的话呢 它的活动性就会越差 因为它真的很硬 所以说呢 这里边我替换上了R2的跨部 但是R2的跨部 替换上以后呢 好像还有点松 在腿部安插的 也就是这口梦醒 我们所熟知的腿移器了 但是因为前端的腿移器呢 因为整个零件的限制 所以说这里边 只能展开一小点的幅度 露出内部的一个腿移器设计了 整体的活动性啊 相对来说呢 还是限制比较大的了 后方 也就是我们常规的 这么一个设计了 整个一个可以活动的后裙甲 不对 小腿甲 可以翻车幅度 之后连带着整个雪橇甲呢 也是可以进行关节一定的活动的 但是这个PC件 容易安插不是特别的牢固 所以说有点松 上方呢 还带有一个旋转机构 下端是可以进行一定的展开的 前端的小爪子 只能够通过T1件进行展示了 这个地方呢 并没有什么好说的 脚部的盖板这里 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 但是因为和脚部 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结构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还是不建议各位去活动的 内部是PT件 头PT件 相对来说有一点松 本款模型 其实还附赠了 这么一个小小的支架了 我们T1下来的 这两个固定造型的 前面的小爪子呢 是可以按插在上面的 这个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支架呢 一共是提供了两个接口 可供办家自行的选择 那么到此为止啊 这一款高高的H10天使呢 就已经全部介绍完成了 其实还有一点 我们没有介绍 那就是在腿部呢 可以安装布装雪球板的 这么一个情况 两侧是有提供多余的零件的 但是这个形态下 还是要舍弃两个雪球板的 看上去竟不是特别的好 最终呢 我还是选择了雪球板的安装放置 至于一些改造的话呢 因为最近手头啊 真的是东西太多了 所以说也没有时间去改造 还希望各位见谅 那么这一款墨型 剩下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一个 简简单单的学说建议 其实需要处理的地方 也是不多的 首先啊 就是在A28和后方的A27 这两个红色零件 因为是比较差的 所以说都需要 给它粘上就可以了 再来A20前端的这个卡组呢 建议各位给它消除掉 就可以了 上方的两个黄色天线 A21 两个呢给它粘上 这边的 A14 A15 还有这边的呢 A16 以及A17 在前后盒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进行一定的扩孔 那么在背包这里的 A20 A22 A19和A21 这两个地方的左右盒 我也是建议各位 给它上带胶水 继续处理一下 然后 肩甲部分的 A19和A16的前后盒 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但是这个地方扩完了 我还是建议各位 用石胶水给它加固 整个肩甲的 A14和A15 前端的 这么一个球卡组呢 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 A27 这个领甲是比较紧的 建议各位 对内部的卡组 进行一定的消除 然后用胶水 给它进行加固 后裙甲这里 拼买了以后呢 我也是建议各位 给它稍微的加固一下 在腿部的 在腿部的G27 这个零件 插上去以后呢 这个地方是稍微有些紧的 需要各位进行一定的扩孔 B3 B4 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扩孔的 那么除此以外 这款模型呢 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了 针对于这一款 高高翻面的HG 许梦能天使啊 单论当前的素质表现呢 嗯 怎么说的 我感觉啊 对我来说 我还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我感觉啊 还是可以的玩一玩的 毕竟 这个价格啊 连带着这些装备啊 其实作为改造素材来说的话呢 这一款模型 还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款模型的最大的问题啊 依旧是在A板件 简直跟史一样 依旧是没有修复的 B板件的话呢 作为多多说少 还感觉上 能有一点修复 但是A板件 简直是一点修复都没有 非常的差 非常的差 除此以外 新规的雪梦装甲的话呢 在整体的零件素质表现上 相对来说 对于一些高高的老摩 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肯定啊 新开的 肯定要比老的 要好上一些 那么本期的CGO模玩分享 到这里 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期 不见不散 拜拜